大家好, 今集有我Jumbo為大家做主持 我知道蓮馬斯熔天鵬的賽區贏了之後 下一場一樣可以保持走勢 繼續跑上前列 因為這類型的新勝馬 如果選擇他們跑贏的陶程 又或者由勝出的騎士執姜 成功力會更高 而接下來的一隻也是這樣 對勝可好表現一向準成 上季尾更向沙田直路賽打開勝利之門 接下來星期六 他會向三班一千米賽事上陣 不僅拍攝爺馬陶程 蓮馬斯熔天鵬更安排爺馬騎士 莫雷拉阿鎮 究竟他可否克服升班阻力 交出好成績呢? 另外, 跟長儀本輝馬房的天心星 也曾經兩性同情 但升上三班後, 未能再上名 現在改配冠軍騎士潘頓 或者有突破 接下來是10月1號 就是沙田馬場的國慶賽馬日 我最關心的當然是到時 有什麼看和有什麼玩 本年度一系列 國慶賽馬日主題精品 也選取了著名跨界藝術家 馬興文先生的作品放在設計上 好像特別版紀念封套裝 也結合兩批香港名區 威爾頓, 天狗的氣勢 到時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香港馬壇城有很多敬人出現 就像三屆識利冠軍騎士羅莉亞一樣 他會以馬會騎士失分客串四個月 前天他就在沙田馬場和傳媒見面 多年來也有不少澳洲好手來港發展 成績也很好 當中包括現在還在香港的 上季冠軍騎士潘頓 而羅莉亞即將加入他們的行列 星期晚上, 星期早上有颱風 所以我失望了我第一天的運動 但幸好在這兩天 都能出現出 很享受駕駛駛駛 接著新的訓練員 但我沒有太多機會在香港 二年三十九歲的羅莉亞 曾經生到榮英, 認識利冠軍騎士 她將會在十月八日正式在港上陣 到時大家可以一睹她的風采 香港馬壇的賽區和騎年都夠舊 作為馬迷的你怎麼可以不舊舊 以下這件事就可以幫到大家了 馬會網頁的初出馬介紹 裡面有新買的資料 血統特性, 父母系的簡介 再說紙字表演 就連來香港前的外地成績和評語都有 不妨上去看看吧 最後提醒大家 星期六是沙田日菜 記得回去好好備戰 下集見, 再見